比较严谨一点我会说什么 就是由修持六度 任何一个的 所修持他的这个智慧 所奢侈住的菩萨的智的话呢 这叫什么 这叫皮甲正行的定义 就是不一定是所有的六度 就是由 这是什么 由修持任何一个六度的 这个智慧所奢侈住的 这样一个菩萨的智呢 这叫什么 这叫是皮甲正行的定义 上次我们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皮甲正行来分的 或者它根本颂 我们来讲的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根本颂是说什么 我们说 我们在这边来讲说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 对不起 我们来讲的话说 已经到了是 他说 有笔等别别 皆色施等六 故披甲修行 六六如经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来 六六如经说 这个经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讲说 波尔经 两万诵 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 每一个有六六 我们可以分什么 有所谓的布施披甲正行 当中有什么 有布施披甲正行的 布施 持戒 忍辱 禅定 精进 禅定 智慧 一直到什么 到波尔批甲正行里面的 布施 持戒 忍辱 一直到什么 到智慧 是不是六六嘛 每一个披甲正行 又分为六六 所以可以分为三十六嘛 如果分出来的是这个来讲 我记得我们上次应该是 我们讲到这边嘛 大家是讲到这边的时候 还有什么 如果大家 我们上次是不是请大家说 那我们后面再开始要介绍什么 因为这个披甲正行的 正行在指谁 是不是菩萨的正量 我们叫正行嘛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说 我们说 是不是我刚刚上次说 圆满家行 跟披甲正行 是不是我们说什么是同意了吗 那凡是菩萨的正行 是不是也一定是披甲正行 一定是圆满正行 或圆满家行对不对 圆满家行 披甲正行 在这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没有一个菩萨 不是为了要去行持六度万恨 没有一个菩萨不是为了要去 所谓的要去修六波罗密 我昨天才有人家问我说什么 他说佛陀 他有人跟他讲说 佛跟佛陀是不一样的 那什么什么 佛 我说对对我们的确 我们说佛跟佛陀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说我们的解释 佛跟佛陀不一样是什么 是因为佛是什么 凡是佛的任何一个功德 都叫佛 佛的灭地也叫佛 佛的正量也叫佛 佛的任何一个功德 我们都叫佛 而佛陀是在指什么 在指摄身 化身 这才叫佛陀了 他说他没这样解释 他说什么 如果佛陀有一个是在讲说 为了要度化众生的话 他才叫佛陀 没有度化众生 他叫佛 不一定叫佛陀 我说如果有这样子一个佛 他为什么要成佛 他如果不是为了要去 度化众生来讲的话 那就不是所谓的符合到 佛的定义了 所以同样 菩萨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要发起菩提心 他就是为了要去立一切众生 立一切众生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退由六度四射 只有退由 所以没有一个菩萨 不是在修持六度四射 都是在某一个方面 或某一个角度 在为了这个行持而做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边开始 要准备要开始介绍 披甲阵型的话 这个菩萨所披起来的披甲是什么 就是以六度为披甲 不管是承办自己的利益也好 他人的利益来讲也好 都是以六度为他的去修持的 所以这个他的盔甲 他的这个披甲就是 以六度来讲 所以我们如果要对六度 有更详细 或者更一步的要理解的话 我上次是不是说什么 大家如果可以记住 这个金庄言论的这个寄送 他把我们后面以后要退由的 十种科判 或者十种角度要介绍的 六度万恨的话 他在这边已经就讲到了 好 那我先还没有 讲到下去了 我知道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先让大家问那样子 请问一下 就是在这边大乘政行这边提到 就是说 四个政行它可以总是在京净 可是又不全部含在京净里面 因为大乘政行它是新王 然后呢 京净它是个新所 那这边就是有个疑问 就是说那这边所谈的新王呢 是包含了哪些心事的部分 除了菩提心之外还有什么心事 然后还有就是 阁下是用 就是140页的八种意趣秘义 秘义的这个地方在解释说 那为什么它不含片在京净 可是呢它把它安立在京净的体性里面 可是就是在140页这个所谓的秘义里面 它是属于哪一个的秘义 有四种秘义吗 好 谢谢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 我再把它讲一下好了 因为大家可能不一定有听懂这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154页的说 那么经庄言论中 安立四种阵型为精进的体性 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154页的倒数第二段吗 对不对 它是说 这个来讲的话 这边的辩论或者它的定义是什么 说 那如果在经庄言论当中 有把四种阵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从披甲阵型一直到出生阵型 这四个来讲的话 他把它说成都是以精进为 所为它的体性 来讲的话 可是好像感觉又不一定来讲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如果是精进的话 它是一种心锁而已 精进是某一种心锁 后面精进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心锁 我们后面会讲到 可是 因为大圣的阵型当中 不仅仅只有精进的心锁 我刚刚讲了 就像精进的周遭当中还有什么 有不思 有持戒 有禅定 有忍辱 有智慧 我们还没讲到新王 都是别的 周遭还有什么 有受 有想 有行 是不是都有这些的心锁的话 这些都不属于是精进的 所以大圣的阵型 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大 它涵盖了心王 心锁 都涵盖到了 它也不属于心王 它也不属于心锁 它是大圣的阵型 它是涵盖 就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说比如说 我们用以前的 心类学的用词 我说比如说 我说 只取瓶子的掩饰 那你说 只取瓶子的掩饰 到底它是心王 还是心锁呢 我会说 你这样的说 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可能是心王 它可能是心锁 只取瓶子的掩饰 掩饰就是只在指 由眼耕所生起来的耕饰 就叫耕饰 可是耕饰也可以分为心王 也可以分为心锁 像刚刚讲的 受 想 行 都是什么 都是耕饰 但是什么 都是心锁的 而饰 受 想 行 饰 里面的这个饰 那就是心王了 所以大圣的阵型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它包含了什么 它是包含又有心王 又有心锁了 如果你说它只是精进的话 它只能可能走到心锁 它就只能是精进心锁了 它不可能是心王 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我们知道什么呢 这在别的经书 我们讲说什么 业跟烦恼 是不可能是 有共同点 因为它是个别的心锁 我是不是常常引用这句话 跟大家讲说 福生大师在他的 《适量论》的解释 就有讲说什么 业跟烦恼是不一样的东西 没有一个心是 就是又即是业 又即是烦恼 没有这种东西了 烦恼就是烦恼 业就是业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别的心锁 个别的心锁 不会变成 一个心锁了 它不会成为唯一的 同样我们的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它是个别的心锁 禅定不会变成智慧 智慧不会变成禅定 这我们常常大家讲的话 因为有人给误会是好像说什么 子官双运 之后会有子 会有官 它这个子官又变成一子 叫子官双运 这是完全错误的 子就是归子 官就是归为官 子是一种禅定 官是一种智慧 它是两个这样变形的 你官升起来的话 你子官双运一定要有 没有说有子 有官 再有子官双运 它是一定要先有子 才会升起官 你官一升起来 你就是子官双运了 没有子官是升不起来的 可是子跟官 虽然可以到同一个时间并行的 可是子永远也不会变成官 官永远也不会变成子 因为子是什么 它是一个定 一个三摩地 一个禅定 官是什么 它是一个智慧 它永远是个别个别的 可是它可以并行 它可以变成是并行的 可是这两个 因为它是个别个别的心所的话 它不会变成一者 所以我们刚刚讲 大圣的阵形 为什么不能说它是精进呢 因为如果你说大圣的阵形 是精进的话 那凡是大圣的阵形 都要是精进的 对不对 如果你是凡是大圣的阵形 它本身就已经归属在于 精进的下面的话 是所有是大圣的阵形 或者所谓的披甲阵形的话 都要是只有是心所了 不能有心王了 但是什么 明明我刚刚讲的 明明菩提心就是大圣的阵形 明明菩提心就是披甲阵形 明明它就是菩萨的智 菩萨的正量的时候 所以代表说什么 菩萨的正量披甲阵形 不一定只有在于 精进这个范围了 是不是有没有 你知道它的逻辑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来辩论的 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说 大圣的阵形或者披甲阵形 这种四种阵形 都只有归类在于 精进的下面的话 那凡是这个四种阵形的任何一个 都要属于都是精进的 但是为什么这有矛盾呢 因为明明菩提心 我们知道菩提心一定是心王 菩提心又是大圣的阵形 但他不是精进的 所以这边就有危害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叫做心王跟心所呢 刚刚有问问题 凡是精进所生起来的话 他一定会跟随着心王走的 就我们以前在讲心王跟心所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说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心所 没有心王的 心王也不可能没有心所的 这两个是互相配合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举的批语是什么 你看你说 我假如以台湾来讲的话 你看没有台湾的政府 没有台湾的体系 你说台湾的教育部 可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吗 那个我当然 我说如果你有教育部 那美国教育 我以这个来说 我说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你说有教育部 是不是就是要跟政府来这样 一直走 有政府的话 你没有财经部 没有教育部 那还算什么政府 是不是这两个是 一定要来讲 那你说政府在哪里呢 政府是不是就是 管制所有的这些体系的东西 这就是政府吗 那政府在哪里 也是在于教育部 可是教育部 它是办成一个 某一个特殊的功能 它在管什么 它在管于我们下一代的 或者年轻人的教育 对不对 那个经济部它管于什么 是管于政府的 那一个财经运作的 可能说这个在管于外交的 专门在管于我们跟国外交 这个在管于什么 跟内政的 是不是这个 它都是政府的一部分 可是它有它的专属的功能 专属的性质 专属的用值 所以我们讲说 业 烦恼 精进 产定 智慧 所以它都有它的专属的功能